七宝别跳 七宝 你为什么要跳窗啊 我的玩具掉下去了 哥哥只是想帮我抓住那个玩具 都怪你 玩什么破玩具 走 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吃饭了 主人 不是说今天晚上吃小鱼干吗 哦 你哥哥说想吃鸡胸肉了 为什么我每次都要迁救哥哥 没事 下次你想吃什么告诉我 我来迁救你 主人生日快乐 这是我攒了很久的零用钱给你买的礼物 七宝 你之前不是想要一个毛绒玩具吗 正好送你了 可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呀 没事 七宝又不嫌弃 我不要 这是小鱼子的心意 你不能送人 七宝 你的身体好了吗 我没事 只是主人不让我跟你玩 就把我关起来了 那我偷偷进去看你 奇怪 七宝刚刚还在房间里呢 谁让你进来的 我想进来看看哥哥 七宝不在这里 他已经死了 七宝 你怎么吐这么多血呀 哎 七宝内脏出血 就不回来了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七宝 主人到底把他藏哪里去了 七宝 你的身体好了吗 哎 这孩子怎么又忘了 七宝已经死了呀 后来 你因为愧疚 选择性遗忘了七宝死掉的事 都是我的错 不怪你 七宝说了 是他自己要去帮你捡玩具的 可是 我不想要玩具了 我只想让哥哥回来 看那个